但是車子如果是 駕槓真正的發生生鏽這件狀況 我告訴你 這件事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它會影響到安全 有那麼嚴重嗎 蕭蕭生鏽 威廉莊 蕭蕭生鏽算什麼啊 車子還不是照樣使物 照樣生活照過啊 對 基本上生鏽這個東西呢 如果是我們從這個新聞事件來講 最近的這個新聞啊 就是說它其實 林婷剛才說它是EURO NCAP 其實它是瑞典的 Non-profit Organization 非營利組織加上瑞典那邊 當地的保險公司 應該也不是說當地啦 就是歐洲的保險公司 他們一起去做 對 通常這個需求是保險公司提出的 然後交給Non-profit來執行 Non-profit其實是很嚴格 因為過去也曾經在Non-profit Organization 做過事情 好 我們看看他們做什麼事情好了 基本上他們就是 因為他拿兩台車來做撞擊測試 這是很正常 尋常的一件事 但這兩台車呢 它是新車也撞 然後中古生鏽車也來撞 對 因為EURO NCAP很有歷史了嘛 所以當年他們新車的時候 都已經有一些記錄 就是說撞擊成績的記錄在 那他們現在重新做這個測試 就是就找當年的 比如說Mazda 6就找2003 208的 然後Volkswagen Golf 就找2004到2008這一代的 那他就是找有生鏽狀況的車子 當然沒有一台 沒有兩台車的生鏽狀況會一樣 當然 像現在這個 我們當然也不知道是不是日系車 就真的是比較差 可能是他 這真的比較住在海邊啦 有可能 我們先講新車的時候撞擊測試成績 以馬六來講是26分 那Volkswagen Golf是33分 那日系車跟歐系車 本來結構也有點不同 而且何況這是2003年的時候的車子 基本上呢在新車出來的時候 我們如果有常去國外看 NCAP或者是IIHS 美國的IIHS的那個的時候 你一定會有所謂的good 分數對我們來說陌生啦 我講他們其實是當年新車都是good 那Volkswagen Golf呢 他撞完之後呢 就是到marginal的上面 就是他只減了一分 那其實呢像馬自達6撞完以後 他已經到weak 就是弱了 他已經到弱了 就是二手生鏽馬自達 他去撞最後成績是10大 而且其實啊 在新聞 在那個新聞裡面 其實有提到 像馬自達這個撞完之後啊 他那個 他那個假人有撞到B柱 就是基本上已經死了 死亡率已提高了 對對對 基本上那個人已經 那個假人這樣判斷的話 其實已經死了 所以說 鏽石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 對我們車子的結構 的承受力量 是有很大的關聯 對 有的時候其實 因為我們現在外面 還有車子的panel 就是有車殼 車子的板件 也是看不到裡面的 那如果你又很不關心 如果你是住在海邊啦 我就講 對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講 你住的地點 或你菜子常放的地方 會影響到你車子生鏽的狀況 住海邊只是一個通稱啦 就是說你住在 鹽分比較高的地方的時候 或者是酸性的環境 比較嚴重的地方的時候 你就是要注意 可能你在保養的時候 要請車廠幫你注意一下 有一些地方 甚至你在買新車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特別 另外去做防鏽 這樣 對 我現在這個重點 其實要告訴大家 不管你是哪一款車 只要有生鏽 你的安全就會被影響 當然這兩個做比較 很多人也會說 那當然生鏽的地方不一樣 這樣怎麼比呢 但是跟原本新車比 他真的就是會變得比較不理想 那以真實個案好了 何旺哥已經有遇過生鏽車 還是發現什麼事情 是朋友嗎 不是你 我先講一個案例 有一個朋友 他家是開生鮮超市 然後他就是負責每天早上要在 從台中港 然後載漁獲到新社的這種去擺攤 就是他們生鮮超市的外面的攤子 然後結果他就每天在在都沒事 突然有一天他開在高速公路上 他就說我車子開始抖 抖完了以後 那個車真的就解體了 前面駕駛艙跟後面的貨抖 真的就分離了 真的假的 車子等於斷兩截 對 為什麼 因為他每天載漁獲 但是他的這個 雖然他的貨抖 他是去做Standless Steer 就是做成不鏽鋼的 對 但是他都有縫隙 而且我們車子平常的時候 你只要沒有載貨的時候 其實車頭比較低 後面夜面彈簧會翹得比較高 這些水都往前面流 然後他就每天滴 就是在這個車頭跟貨抖中間這個縫隙 他就一直滴下去 結果那個車樑 我們車子用1.75噸的貨車 其實他的鋼梁是差不多有到 這個3mm到5mm這麼厚的一個 膝型的 算是有個厚度 對 這個槽型的 結果他就這樣每天滴滴滴滴滴 滴水穿石 但是他是自己本身開始發售 他的車不到5年 就開一開就斷掉 我剛才想說這是應該十幾二十年的車 就不到5年等於4 5年的車 這麼新的車 然後這個車 這個事情他發生過兩次 我就說他真的很堅持 怎麼會這樣啊 所以就是生鏽真的會影響到車子的結構 對 那我在講我自己本身另外的案例 你有遇過 因為我的車我以前就想 人家講說秀掐 就把車都停在樹底下 我有一台Land Cruiser Land Cruiser 100 其實我買沒有幾年 但是就是因為我都常停在樹底下 而且常常很久都沒有開它 結果樹葉就掉掉 掉在我們的那個雨刷的網子上面 結果它就腐爛 它就掉進去以後 結果就在裡面變成土 塗污以後它又袖穿了 把我們的雨刷往底下的一個橫桿 其實它也是車輪結構的一部分 袖穿了 結果我都不曉得 結果有一天下大雨 我在高速公路上開的時候 我在爬山一坡的時候 那個水就滴進去 滴到我的那個駕駛座裡面 就是冷氣的那個控制台裡面去 結果它不曉得 它剛開始只是開始冒煙 但是冒煙以後 它就短路 其實它就是短路了 結果你已經來不及 因為你開在高速公路上很快 結果它就開始 變成是那個電線 因為電線外頭有氣胞線 結果它就開始溶掉 就燒起來 我不配合那個真的很快 陳和煌先生親自發生過火燒車事件 對 是從儀表版裡面 不是因為天氣氣溫太高 而是因為滴水 然後生鏽 對 這很嚴重耶 對 而且車子也都沒有很久 就是因為我停的位置的問題 所以生鏽會造成火燒車 我沒有想過會這樣子 那還有另外一次我朋友的車 它有裝腳盤 就是吉普車它裝腳盤 那因為我們車子的電瓶 它有一個接地 接到我們車身大樑上面去 結果那個點它的這個鏽石了 所以它的接觸就不好了 但是它去拉腳盤的時候 你要知道當你腳盤在拉 大出力的時候 它是吃四五五百安培的電力 結果它的車 它太太在車上幫它拉 結果車也是開始冒煙 為什麼 因為它的接地的 這個接觸點不夠 它就從它的大燈 小燈 音響 所有的接地點 就是其它的接地 我們講的US 腹肌的點 電就從那個地方穿過去 所有的電線就是燒焦 Q氣 然後也是冒煙 還好它沒燒起來 那我還遇過的是 一般比較少就是以前朋友的車 它常常一天到晚這個柴油 這個柴油心質 我們講柴油心 一天到晚就是有水 後來才發現它的油桶上面 破了一個小洞 水只要下一天藏開 然後那個水就從那個地方進去 還遇過 我講的更 你這個例子也真的太多了 要害怕死 生鏽這麼嚴重 我自己以前住花蓮的時候 我買了一台新車的那種 那時候是百利 我就明講就是百利六百 結果因為花蓮的氣候很差 那我常常到七星潭去 結果那個車不到一年 屋頂就穿孔 那最嚴重的一次是 我要上坡的時候 我加油門 就踩得很用力 我連腳都穿下去 踩到 踩油門的時候腳都穿出去了 生鏽到這種地步 對 就頭空去 然後那天就是因為這樣子 跑不上去車子才倒退 多危險 對 因為已經放流氣 結果它就倒退了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朋友 它是 我說實在有時候 這個中古車商也很無良 就是說 部分不孝中古車商 你沒有這樣小思想說 我是中古車商嚇一跳 不好意思 我沒有講 沒有啦 我沒有啦 它的車是因為 那個車本身有鏽石 車體有鏽石 但是那個中古車行 它為了省板金的錢 它竟然就是 對不起 我可不可以 我幫你處理 來 對 你給我那塊 這是很暖的 這塊 對 它的那個車底板 就是像這樣子 它其實有鏽孔了 那它就是用貼紙把它貼掉 然後再補土 補土 然後之後就噴漆 結果我說真的 他們一家 差點全部都掛掉 為什麼 因為它常常走中橫 它就是 也是從花蓮要回台中的路上 它就一直爬那個山路 就要過大雨一點 結果全家幾乎掛掉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冬天很冷 大家都把窗戶灌起來 結果一氧化碳 就是車子本身的排氣管 也有一點小漏 結果它的廢氣 因為我們車門是都有那個 膠條可以封住 但是它廢氣就是從那個縫隙 一直跑進去 對 差點真的全家都掛掉 怎麼發現了 它自己覺得很沒精神還是什麼 因為它以為是高山正 它以為說它在爬那五嶺 說大雨上於五嶺 它覺得說它以為它只是高山正而已 結果事實上是 我講車身鏽了 然後那個廢氣就從那裡進去 另外一個更慘 真的也是火燒車 身鏽真的會多人命耶 它那輛車是人家從北美進來的 FJ Cruiser 結果那個油管 汽油的汽油棒補出來 它是有壓力的嘛 結果 它那個油管 嗅到 就是那個壓力 汽油就直接從旁邊噴出來 噴出來直接噴在它的那個 那個排氣管上面 排氣管的頭端上面 也是燒起來 還好它車上有彈滅火氣 太可怕了吧 所以神秀不是我想像中 只是車體 純粹車體的問題 你看我眼神那麼